阿弥陀佛各位菩萨师兄师姐们 吉祥今天为大众开播的是吴卓跟世青 吴卓是卓是执着的卓 应译为阿僧且 他在北印度的尖陀罗的人 约生活在公元四世纪 古代的印度高 就是高僧大德 他们在华帝部 有另外一个说词 是在说一切有部 在这边出家 然后是印度的于协行为世学派 就是印度的为世宗创始人 我们现在首读的这些为世的思想 都来自于吴卓跟世青 那整个佛教历史 其实就是拥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在西藏呢 跟他的弟弟世青是佛教的称为二圣六庄严之一 而且他们的诗诗是弥勒菩萨 弟弟呢 跟弟弟的世青啊 这样子就是合作 然后他们经常就是对一些佛法 会你来我往的来谈论 著作有很出名的于协施地论的作者 跟大称的阿匹达摩吉论 跟社大圣论 他的 呃 还是觉得不够安心哦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吴卓他在 呃 那于协行为世派的一个所有的传说 那吴卓呢 他听闻到弥勒菩萨的变中编论诵 之后呢 就未登十地菩萨的出地了 正法光定得到大神通 那真的他的弟弟呢 世青是听吴卓说变中编诵 这一个论文 然后才开始写了这个试文 解释 解释他哥哥所造的这一个编诵 就是变中编诵 辩论的编 中间的中 编是编见的编 诵是诵言的诵 所以吴卓著作的变中编诵 由弟弟来帮他写这个试论 就是解释他的所有哥哥吴卓 所写的这一套理论 然后得到了就是四家亨的这个暖位 所以吴卓的弟子 其实就是他的弟弟世青 那传说呢 吴卓就经由到有禅定 然后上升到都率天 然后非常的努力的亲近弥勒菩萨 从他旁边而学习 在弥勒菩萨这里呢 获得了慈世五润的祭送 慈悲的慈 慈世五润 然后并且呢 他就开始传述教导于后世 让大众有这样的思想 而在大唐西域记的卷武就有记载 吴卓菩萨夜深天宫于此世菩萨所受的于且师弟论 就是庄严大乘经论 中边分别论 这样子就是日夜 他就是替大众来宣讲这个庙里 陈禅的印度维世学呢 是法下宗 就是以这五论 就是以于且师弟论 西藏是传说是五着造论的 那还有分别于且论 跟大乘经庄严论颂 跟长行的试文 就是世青所造 也有人说这个是大乘经庄严论颂 是五着所造 事实还不清楚 那边中边论颂呢 是说是世青所写的 还有我在YouTube 大家可以去查 就是能造金刚波尔波罗蜜 金论颂 我做了一首曲子 然后就是帮大家用曲子来唱诵 然后协助大众可以更快 能够快速的以十九分 来把这一个金刚 波尔波罗蜜多 金论颂诵呢 读完 还是就算我已经造了曲子 用很轻松的旋律 但还是在诵啊 诵上十九分钟 大家还是会稍微有点吃力 西藏佛教呢 就用这五论为 现观庄严论颂诵跟长行的 就是长行所 就是长行的译文 翻译文 然后他相传是 五着菩萨所造的一个论诵 那汉地其实没有这样的传说 那在明初法尊法师 其实就有以汉字 就是我们的中文来翻译 就有现观庄严略识 所以大众呢 如果对五着菩萨所写的 现观庄严论诵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查法尊法师的汉译本 他的汉译本是标为 现观庄严论略识 再来就是大乘经庄严论诵呢 也是长行 那翻译的作者也是五着 还有辩中编论诵 也是长行 事情所造 还有辩法 法性论诵呢 是汉地没有传说的 那明初的法尊法师呢 是由藏文来翻译成汉文的 还有大乘最上要义论诵 是长行是由这个五着所造 而这个内容呢 是相同于就近一秤 法性论 先手法杖呢 是称此论识说是 这一位的监惠所造 那有一位日本学者是说 这个弥勒菩萨并不是真正的弥勒菩萨 就是有一位日本学者是 于景伯寿 于景伯寿这一位学者称 这个弥勒菩萨 他应该是中印度有一名 与弥勒菩萨同名字的论师 再来就是 此外还有吴卓的作品就是 显阳圣教论 然后那个 于景伯寿呢 就主张这长行的译文是世青所造 还有顺忠论 社大圣论 大乘阿匹达摩吉论 跟六门教授 西定论诵 还有就是金刚波尔经论 跟波尔七门议事 是同一本的 然后也有人说这本其实是世青所说的 所写的 所造 然后还有解身秘略事 解身秘经 解身秘略事 都是听说是仅存的是藏义本的资料 那大唐西域记呢 在卷武有记载 就是吴卓菩萨呢 他就是在佛去世后的一千年当中呢 他的那个 因为他非常的灵力哦 然后他非常的 就是悟性很极高这样子 很容易悟到 所以他就从那个跨地步 就是刚刚说的 说一切有部那边 出家休学之后呢 就转而请而来回信大乘 就是说本来他是 以前说的原始佛教小乘出家嘛 然后可是他就是出家休学之后 突然间就突然的 就转成变成去信大乘菩萨 大乘佛教 然后呢 还有就是 听说就是 他经常往都帅多天 因为又有一个版本是这么写 在那个婆 手 盘 斗法 诗传 婆 手 盘 斗呢 他应该就是音译哦 那翻译过来就是菩萨根性的人 也就是说在萨婆多部出家的人 那这种出家人 大部分都是修订之后会得到礼遇哦 然后就思维这个空意啊 不能进入啊 这些出家人就是几乎有的人想要自杀他的身体哦 因为他觉得说哎奇怪怎么那个思维这些空的现象 空意是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空意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身体是没有办法让他很干净这样子哦 所以他觉得很惭愧啊所以会有那种想自杀的念头 然后兵头罗阿罗汉呢在东皮提和关呢 见到这一件事情 然后就从另外一个方向过来 然后就替他们说了一个就是原始佛教 就是小秤空观啊 如教官之即便得入 就用他的方法用这个教法来学习呢 一定能够进入空观 所以得小秤空观 空观呢可是意犹未安 就是这一个吴卓的想法哦 吴卓跟世青 世青那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个思想 他是后来被这个哥哥启发的哦 那吴卓这时候就还是觉得不太够啊 所以就有资料显示说 他就因此趁这个神通 然后上去都帅多天来问弥勒菩萨 而弥勒菩萨就开始才替他说 大秤的空观的思想 然后还这个言辉提呢 如说思维啊 即便得物于思维实地的六种动 也就是大秤的 既得大秤的空观 因此得敏尊明阿森且 阿森且才就是翻译过来就叫做吴卓 所以他这时候才得到 因为这样得到弥勒菩萨所教导的大秤空观 他才真正的获得了什么叫做一切无所卓 有没有一切无所驻着 所以他才这样子才称为阿森且 然后因此而得到这个名字 而后呢他虽然上了这个都帅天好几次问弥勒菩萨的大秤经义哦 那其实呢弥勒菩萨就是替他广为解说这件事情 随后这个吴卓菩萨他就就是往返之后都随有所得 随有所得之后呢 他又把他不会说自己私藏哦 他就开始撰撰写 然后呢就要还给所有的世间 严福提众生 那在三藏法师传呢 就有第三这边就写哦 晨西南五六里有顾且然是阿森且菩萨说法处 而菩萨呢夜深独始多天于此世菩萨所受于且论庄严论大秤论中边分别论 咒则夏天为众说法 晚上啊就是吴卓 晚上就去都帅天请法 早上呢就下来这个世间为大众说法 哦阿森且才一名吴卓 而且呢他是在佛灭度后一千年中呢出现于世 于弥沙色部出家后姓大秤 那于且世帝论呢就有世论说 由世众生附着空见 就是一直说很多的众生啊 经常住在空这个知见里面 而吴卓菩萨呢为灯出地 然后正法光定得大神通 而且他非常的就是奉事他的师长是大词 就是弥勒菩萨的意思 然后来请说的这一个词论 而且理无不穷 事无不尽 文无不适 义无不全 义无不疑啊 就是义无不浅 就是说他有怀疑呢都会浅除 直无不破 行无不修 果无不正 正为菩萨 另于诸称进行 果等皆得善巧 勤修 勤修了这个大行 正大菩提 广卫友情呢 常是怎样呢 就是常无导说 兼为余称 另依自法修自分行 得自果正 那么在为世的二十论呢 就有记载 就是辩中论呢 护月世云 就是有一个护月 写了这件事哦 就是说 无浊菩萨先住在 住地前 家横位中 增上忍入 然后文慈世尊呢 说此中边所有诵哦 然后呢得入出地了 然后他还在 这个无浊已经得了出地菩萨哦 他就是 因为听闻 无浊就是 得到增上人嘛 增上人 这一个位置 这一个修行位 然后又听闻 就是 弥勒 弥勒的 这一个天宫的 弥勒菩萨 就是慈世哦 就是慈世世尊 然后他听他说了 这个中边论 这样的所有的诵迹 所以他就得到出地菩萨 回来呢 还要继续替他的弟弟 世青菩萨说这件事 世青菩萨呢 那就是他这时候就先住地前 顺解脱分 回向中心 闻了听又听闻了 无浊说辞 弥勒的诵迹呢 所以他就开始造什么 好 哥哥你听闻了 弥勒菩萨所讲的论诵 那我就来写你这个论诵的解释 然后就开始 就得入 家恨出暖位中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圣者哦 因为就是忽悦 就是忽悦这一位论师 他所记录下来 所以我们才能知道 就是这位吴卓跟世青 他们前后的修行 这个 这个阶位哦 于前论记呢 就有写到 就是说 吴卓为人呢 为人呢 就是为灯了出地之后 正法光定得大神通 然后 侍奉这个大慈尊 说了这个论之后呢 再来这个 这个弥勒菩萨 所谓的慈世菩萨 就随着吴卓的根基呀 就开始横于夜分 从知足天降到禅审 然后未说五论之诵 第一 替他讲了五个论诵给他听哦 第一个就是于且论 第二个就是分别观形 第三呢 就是 这个分别观形又 另外一个名称叫做 分别于且论 第三是大庄严论 第四是变中边 变中边论 我们刚讲的 就是变中边 就是刚刚有没有 我们上一则的故事不是说 那个 护阅啊 记载 记载就是他们兄弟 也因为这个变中变中边 才开始前后获得出位果位什么的 这样的修行 然后第五呢 就是金刚波瑞 那只有五论呢 他能够跟这些天人能够共知 感知这一位磁士菩萨 才能够去被磁士菩萨感化 然后受到这些教理 另外还有一部资料是写说 成为士润的了意灯啊 里面有记载 也就是 记这一个自发愿啊 请弥勒菩萨下说 大乘得啊 令众生见 皆得信寿 皆即如愿 其愿于夜下时 放大光明 极有缘重 就晚上的时候啊 放大光明 然后集合这些 哎 来你跟我有缘 来听我讲经说法吧 然后于这个阿语蛇国说 十七地论 谁所送出 谁解其意呢 今四月夜 十七地论境 虽同一堂 唯有无浊得境 弥勒菩萨 愚人淡得摇闻 或有见义 时无浊师 更为愚说 因此愚人方时 信受大乘法义啊 晚上啊 就是这个资料 是成为世论 了义灯 这里面记载的是 就是这个资料 大众呢 都是因为 跟慈世菩萨有缘 所以晚上的时候 大 就是大发光明啊 大家来讲经说法 听这个慈世菩萨 他召集大众 讲经说法 也就是因为无浊 他愿意来讲出来 然后所以才会让大政 大众的人 能够开始相信 有大乘佛教 这个佛法 好 那以上呢 为大众 分享 分享 吴浊 跟世青菩萨 他们之间的一个 修行 还有他们的论 这个 世论 的论诵 是怎么产生的 希望对您 在学习 为世的思想 会有一些 帮助 阿弥陀佛